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每一天早上很多人 都會看工商跟經濟的報紙 來操作股票 那麼我有空就坐在這個地方 跟你們怎麼樣來解讀一下新聞 久而久之你就會知道 看報紙做股票那是怎麼樣 輸的比較快 不相信馬上來看一下 來我們請導播照一下 標題就好不要看太多 我們只要看標題對不對 半導體鏈漲風 第四季吹不停 好 第二個 雙網法縮上陣 台股利拼反彈 今天有沒有彈 打差沒有彈對不對 半導體鏈 第四季吹不停有沒有用 沒有用 台積電有沒有漲 沒有 聯電有沒有漲 沒有講完了 所以有些投資朋友啊 他看了這個報紙的最大的標題 然後決定今天要做什麼動作 搶反彈 大概搶在這裡 收盤收這裡 對不對 哇半導體供應鏈啊對不對 半導體今天全倒了 也是一樣 完全沒有發揮效用 好 所以你在看工商跟經濟的頭版頭條的時候 你要稍微怎麼樣 去思考一下 不是報紙寫的就會發生啦 尤其是你在操作台子期跟選擇權 你今天去全力做多搶反彈 那完蛋了 是吧 股票市場喔 你要有所謂的破底翻 它要有一個條件在的 老船長你講講看 好 我今天測標寫很清楚啊 股市如戰場 很多人會說鬼扯淡啊 對不對 股市是股市啊 戰場是戰場啊 哪裡如啊 我就報告給各位聽 我們知道以前的戰爭 我現在講的戰場不是現在的戰場 現在的戰場只要按按鈕就好 對不對 飛彈射過來射過去 這個仗就打完了 我們現在講古時候 古時候打仗的時候 哇 兩邊對峙啊 是不是 然後主將喊衝啊 殺啊 各位都看過這種武打片 對不對 戰爭片看起來很過癮 然後也很血腥跟殘忍啊 對不對 你捅我一刀啊 我怎麼樣 殺你一劍 哇 場面很震撼 對吧 然後你就看看很多的士兵啊 就一個一個倒下 因為兩邊互砍嘛 一定會有怎麼樣 傷亡嘛 這是必然的事情 對不對 但是呢 砍著砍著砍著 欸 勝負啊 就分出來了 那老船長跟股市 股市沒有刀沒有槍啊 怎麼砍啊 欸 今天就是一個很好的寫照 今天啊 散戶啊 拼命的怎麼樣 在砍股票 但是我們 我說過喔 你不能夠去怪這些散戶朋友 因為他們是不得已的 余澄慶有首歌很好聽 叫情非得已 好 跟這沒有關啦 大家氣憤稍微 不要那麼緊張 今天我的節目看完之後 你就怎麼樣 了然於兇啊 不用擔心嘛 對不對 那盤中互砍的散戶朋友 以什麼為主 就是用融資買進的嘛 大家都知道 這個融資買進的 跌到一定程度就要追繳 沒有錢就是斷頭 對吧 但是這個盤一直跌一直跌 個股一直跌 這中間就會有不斷的怎麼樣 會有融資接到追繳令 然後怎麼樣繳不出來斷頭 那麼證券金融公司就會怎麼樣 幫你把股票砍出去 這完全合法 不用經過你同意 什麼是證券金融公司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以為說你用融資買進是 券商借你的錢 不對啊 是證券金融公司 借你的錢 那個資本額都要在幾十億的 你聽得懂嗎 叫證券金融公司 譬如說富邦啊 對不對 那個大啊 那個反正很多 有好幾家啦 那個不用去記 就是這一些證券金融公司 它不是銀行 但是呢 它是專門在做這一塊 借各位錢去融資買進 那你只要付怎麼樣 四成到五成的資金 你就可以擁有這個股票 對吧 但是呢 權利是握在他們的手裡 所以你去刷幾保存折 裡面是沒有這個股票的 大家懂不懂意思 那他們幹嘛 他賺你利息的錢 那當怎麼樣 你的保證金不夠的時候 哇 他就會幫你砍 哪怕開盤砍再跌停 收盤收漲停 對不起啊 已經砍掉了 因為人家追繳令給你 叫你補繳錢 你沒有錢繳啊 所以這個是融資的悲哀嘛 對不對 那在戰場上也是一樣啊 兩兵相間 你的武器很棒 你的武器很爛 那武器很棒的人 就好比現在的投資朋友一樣 我是用現股買的 你是用融資買的 對不對 在互砍的過程當中 現股的可以說我不砍 融資的就不行啊 對不對 所以最後戰爭結束的時候 傷的傷死的死 都是老弱殘兵的比較多啊 很強壯很神勇的怎麼樣 活下來的 天下就是他的 那一樣的道理嘛 股票在互砍的過程當中 你能夠挺得住的 第一個你不能用融資買嘛 我就一直跟投資朋友說過 你用融資買在賺錢的時候 因為保證金適成 換句話說你有2.5倍的財務槓桿 對不對 人家賺1塊錢你賺2.5塊錢 你比較聰明你比較棒 那沒話講 可是在跌的時候呢 人家怎麼樣 跌完之後再往上拉 甚至大漲 甚至回升的時候 跟你一毛關係都沒有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今天這個沙盤的過程 用融資買的 剩到要死啊 對不對 紛紛的怎麼樣 把股票砍出來 管你是怎麼樣 多好的股票 多基優的股票 也不管你再過幾天 要公佈9月的營收 這個營收可能是再創奇蹟 那不管了 因為沒有錢追繳 所以股市的背後 不是像你們想的那麼單純 有的時候它是違背人性的 就是說我明明知道 這一檔股票 已經進入超跌的區域了 但是為什麼我還要殺 還要砍呢 那是因為我沒有錢去追繳 去繳融資斷頭的錢 那麼我的不動產房子 就會被查封 被查封呢 我們家那隻母老虎 不是不是 我的老婆呢 就會怎麼樣 跟我離婚 是吧 所以這個中間有很多的因素 是很複雜的 那當然有一種是賴皮的 斷頭就斷頭 給你砍 他也不管了 然後人落跑 誰倒楣 營業員 但是你不管你落跑了 營業員要負責 證券金融公司 還是照樣把你砍出來 所以這個賣壓一定會存在 砍到什麼時候 砍到血流成河 好啦 融資斷頭斷得差不多了 在這個階段 這個階段 我們舉例 2603 泡泡龍 泡泡龍今天大概在 這個時間點就躺平了 12點 各位看到沒有 融資有人在這邊斷頭 有人在這邊斷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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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斷頭的位階點不同 但是都是斷頭 那麼融資大減 今天長榮的融資一定大減 那麼大減過後 如果融資的 這個現在就是說 上面的融資已經沒有了 現在剩下的融資 應該是在這邊買的 還沒有斷頭對不對 還可以撐 那你撐的運氣好的時候 撐到了 他破底要準備翻的時候 那我說過配合時間波 就是要公佈9月營收 這個是給用現股買的投資人聽的 融資買的他不管你 那現股買的朋友 我說過了 你不需要跟那一些 用融資買的朋友怎麼樣 揮刀至公 在那邊虎砍蝦砍 那你最後回頭一看 糟糕了 賣在阿呆股 我先講一下 股票市場 有所謂的阿呆股跟豬頭山 這兩個是老船長發明的名詞 在十幾年前我做了一個圖 我說股票不要追待豬頭山 不要殺在阿呆股 那麼現在有很多有名的大老師 也會用這個詞 我沒有不高興 我心裡很開心 這個詞雖然是我發明的 但是大家一起用 因為我覺得蠻好用的 像今天你很可能 就把你的股票殺在阿呆股 對不對 那這裡叫豬頭山 有沒有 你追在豬頭山 殺在阿呆股 那你的人生就完完了 聽得懂嗎 那你如果是買在這條橫線 像我講的 它現在打兩支下來沒有關係 因為你是買在這裡 這條橫線 你哪一天買我不知道 這兩個月你買在 這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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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你 對你來講 今天是第二根跌停板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我個人覺得融資砍得差不多 因為今天盤中 大概就可以看出來了嘛 已經失去人性了 而且怎麼樣 這樣不只是抄跌啊 那簡直是天上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啊 大家去看一看喔 欸這股票上半年已經賺1.5個股本 你聽得懂嗎 今年腳拉拉 隨便也賺3個股本以上 3個股本以上是什麼概念 大家先不要急喔 那你現股買的 下半段節目你繼續看 融資買的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好大概你也不需要往下看了 導播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得投顾 洽询电话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好 上半年赚15块的泡泡龙 叫长龙 它今年可以赚三四十块 各位观众 一个股票 一年可以赚三到四个股本 在电子股的世界里面 那么股价应该是在 一千块上下 大家有没有意见 我说的意思怎么样 异类的不同的意见 有没有意见 有有敲下去啊 联发科 上半年赚33块很棒 哇 今年一定也是大赚的 对不对 从一千多块掉下来 这个赚更多啊 这应该一千好几百块的 3661啊 这个永远学不会教训的投资人 世新 为什么我这样讲 这个学不到教训啊 摔死 这个阻力很狠 你看他赚多少钱 这个上半年赚11块 我刚刚讲的就是 电子股的这一档 电子股上半年赚11块 赚得比长龙少 但是呢 股价呢 是不是像我讲的 接近一千块 他跌下来 他是在接近一千块 那你长龙赚得比他还多 以电子股的标准 你应该是在一千块上下 我刚刚这样讲没有错吧 联发科 他为什么应该要一千块以上 那赚得比长龙还要多啊 合理啊 但是你世新呢 没这个道理嘛 可是大家可以接受 你看哦 今天世新跌停还801 对不对 长龙今天收多少 102.5 我赚得比你多很多 结果你是800多 我是100块左右 会不会很夸张 对不对 那表示怎么样 这两档股票一定有一档 叫做超级无敌严重 怎么样 超跌嘛 那答案很清楚 一定是长龙嘛 所以我说今天已经杀到血流成河了 管你妈妈嫁给谁 长龙你债基欧 那是你家的事情 我呢 融资断头我要追缴 我没有钱追缴 后面会衍生很多的问题 那么证券金融公司 按照纪律操作 就是砍 所以不用去研究分析 什么技术分析现行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构 大家明白意思吗 你在那边分析 这个技术分析 你分个头分 现在就看今天晚上 长龙的融资是不是大减到 OK没有问题 那你放心 以它的获利 以它的营收啊 各位观众 我说过这个叫奇迹 这不叫营收 这八月 九月更好 那老串长你要表达什么 四个字 绝对强谈 什么叫强谈 我们用大盘 我们用大盘 来看就好 这个大盘的股本 叫做多少兆 对不对 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从这里 谈到这里 各位观众 这个幅度大不大 大哦 这多少兆的股本 对不对 如果你把大盘看成一档股票 这个 哎 这谈这样子 从这边 如果再复制一次 我相信啦 长龙 那不止啦 你听得懂吗 那你现在杀在这里的 或者是这里的 是因为你用融资买的 那就算了 你用现股买的 你今天杀跌停 你有没有搞错 我在股市这么多年 我赞成要颜色停损 但是我在节目上 讲过很多次了 有的时候股票市场 它会出现怎么样 让你天人交战的一种局面 就是说 我应该要颜色停损 要按照纪律操作 我应该要把长龙干掉 做肥料 卖在阿呆谷 可是你情感上 你会不容许 你知道吗 这公司明明就是被人家怎么样 你知道这个假日 周末假日 放利空啊 哇 海运运驾 首度下跌 我跟你讲 这都假的啦 老船长人家就真的 你为什么说假的 哎 之前在放利多说一直涨的时候 长龙的股价一直跌啊 哦 运驾的消息出来涨 股价跌 运驾的消息出来跌 也跌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啦 在我看来就是 有很多的人虎视眈眈 想要怎么样 One more time 什么意思 再一次 复制长龙之前的熔景 看看啊 这一段有很多人没有跟上 没有赚到嘛 那很多人赚到翻过来嘛 他们开始一直出货 出出出出出出出 出到这边利用大盘底的时候 给你来一个破底 让你们完全怎么样 对长龙丧失信心 管你今年赚三四十块 赚三四个股本 你的股价才102.5 这个叫做怎么样 天上掉下来的大礼物啊 但他们知道 投资人已经没有钱了 也断头了 甚至买现股的上市的信心 认为长龙就是烂货把它卖掉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想 我要不要把它停损掉 那有些股票不用讲 就是本身就烂货喔 那就是停损喔 没话讲喔 你听得懂吗 那公司根本就没有赚钱 炒到天上的 往下掉 你就是要停损喔 我们先把话讲得很清楚喔 你不要那混为一谈喔 哎呀老船长说 这个可以不用停损 我买的这一档没有赚钱 也不用停损 那不一样 那不一样 因为长龙货柜三雄 它是跌到一个物超所值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这个价位 本来是看不到的 因为大盘的怎么样 急速回檔 所以呢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但是我告诉你 那些大股东啊 那些法人啊 他们在偷笑 我公司一年赚三四个股本 明年还是看大好 不管怎么样 都不可能只有 102.5的价位嘛 这样大家明白意思了吧 所以在股市 没有那种叫做 百分之百一定的 也就是说 你要停损可以 有一些股票 我们给它 比较大的空间停损 你了解 有一些股票 你就是按照几率 10%就是停损 那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只要是亏损公司 基本上就不要碰 那你硬要碰 你一定要颜色停损 可以容忍 大概就10% 你一定要砍 那像那种怎么样 你已经在底部买了 然后他又再给你破底的 你的停损空间 可以拉大一点 因为根据小弟 不踩小弟的经验 我看太多了 都是三个字 破底翻 然后回头一看 我竟然卖在阿呆股 老船长讲的我不相信 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人 我不可能笨到卖在阿呆股 事实就证明怎么样 一堆人杀在阿呆股 那股市它就是有这种魔力 你知道 让你在这样的害怕的情况之下 你很紧张 你很惶恐 长龙这家公司的船 是不是都沉到海底去了 锁起来 排队六万多张 你怕不怕 你怕得要死 那股票市场要怎么操作呢 你公司赚三四个股本 你股价才一百块 别的公司 股价跟你一样的一百零二块 才赚三块 那个就合理 这个就不合理 所以不要去听很多分析师胡说八道 你只要投资的公司是非常好的公司 那你就不用担心 你甚至可以怎么样 比较中长线的投资啊 我再讲一次你就懂了 台积电跌到四十块之后 张忠谋董事长 那时候他是董事长 他说我要怎么样 拿很多钱来买台积电 因为他觉得四十块台积电太便宜了 那么回过头来看 当初杀在四十块的是不是杀在阿呆股 谁在阿呆股买股票 董事长张忠谋先生 为什么人家这么有智慧 这么有钱 对吧 那一样的道理啊 台积电当年四十块的时候 公司很赚钱啊 如果台积电当年四十块的时候 是地雷公司 亏损公司 张忠谋先生自己卖都来不及了 对不对 不是嘛 所以我不是在胡说八道 那今天一样的道理啊 你认为大股东会在这边卖吗 偷偷的买啊 法人偷偷的买啊 当然有一些比较烂的法人 会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卖 也是杀在阿呆股 这种法人也很烂啊 你看法人机构排名 总是有那种吊卡位 那都是烂货的法人嘛 对不对 真正有实力有智慧的 会在这个地方做买进的动作 不然今天怎样 今天成交各十百千万十万 三十二万张是鬼买的喔 这鬼买的是不是 不要跟我说跌停所没人买 三十二万张谁买的 绝对不是散户嘛 答案出来了 不是散户买的嘛 所以你听老船长分析航运股 你如果觉得 你今天本来已经六神五祖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告诉你未来就是强谈 强谈你搞不好解套还大赚 你懂吗 所以有时候你要听人家分析 要言之有误 而且我拿历史做见证 对不对 我不会到时候真的强谈上去 你看吧 我就说会强谈 这种头顾老师一大堆啦 所以把节目怎么样 今天十月四号 你一定要记住今天 所以我说你操作航运股 你要跟怎么样 信念很坚定的骨海老船长 不是那种怎么样 出来蹭 涨就说有 跌就没有了 今天全国有谁 像我这样跟你分析报告的 手上有三雄的朋友 一次全部打电话进来 跟着骨海老船长 不用怕 未来强谈就是你的五四 我非常有把握 我现在开始拨打 只剩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